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起秉兴 很像母亲 并且处处效仿母亲 在武则天去世后 李唐江山又回到了武则天的儿子李显的手中 也就是李隆基的伯伯 唐中宗李显 太平公主是李显的妹妹 由于太平公主有政治头脑 因此权势很大 到后来李显驾崩 有人说是李显的老婆 伟皇后和他的女儿李果汉死了李显 不管怎么说 李显死了 朝廷的大权就被伟皇后督揽 这时太平公主不干了 他就联合执子李隆基要搞掉伟皇后 当时李隆基是朝中禁军首领 也就是说李隆基手中有兵权 孤侄二人 联合发动了政变 杀了伟皇后和他的女儿李果 伟皇后所立的傀儡皇帝李重茂也被废了 这时候皇位空虚 谁来当皇帝呢 按字牌本应该是李隆基的父亲李诞 李诞是李显的弟弟 兄中弟级 这符合于组治 李诞继位 他就是历史上的唐瑞宗 李诞当了皇帝 西中明白这个皇位是他儿子李隆基拼来的 于是李隆基为皇太子 北来李隆基不是嫡长子 不应该立为皇太子 但是他的功劳太大了 李诞这才把李隆基立为了太子 也就是说将来由他接班 李诞也没亏待自己的妹妹太平公主 之后太平公主的权势达到了无疑附加的地步 朝中之势皆由太平公主决断 李诞其实就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 过了几年以后 李诞就把皇位赛让给了儿子李隆基 李隆基刚当上皇帝后 太平公主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掌控职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隆基的才能逐渐摘录出来 太平公主逐渐觉得职子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改到将来控制不住 太平公主为了自己的权利就想废掉李隆基 然后再立一个窝囊点的皇帝 这样一来容易驾驭 要废李隆基总得找个理由吧 太平公主宣称李隆基不符合继承皇位的传统 因为他不是敌长子 皇位应该有他哥哥 也就是敌长子李承契来继承 如果按组织来说这话真没错 但是李隆基立下了大功 江山是李隆家来的 朝东大臣都支持李隆基继位 太平公主为了他的权利不顾这一切 一定要废掉李隆基 并且在朝中拉帮解派 李隆基忍无可忍 果断发动突然袭击 以霹雳手段软禁了姑姑 当时他的父亲李诞得了消息后 跪下来求儿子放过他的姑姑 李隆基不畏所动 最终还是杀了姑姑 说实话 年轻时的李隆基 真是一个英明果断的人 这和老年的李隆基 简直是盼落两人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改日我们再见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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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